就是初心位的菩萨 他只有往上提升 他不会往下坠落 为什么 他思想破了 经纲经上讲的 无我像 无人像 无众生像 无数者像 他思想破了 所以他不脱落 如果我们还有这个知识 有人无是非 这是思想没破 思想没破 出不了六道 他还是被 业力在操纵 他还是会堕山土 这个要知道 所以这个不安全 那我们今天想一想一想 我们这一生当中 能不能到达虚拓环 这个层次 说老实话 非常困难 你自己 你自己能进去思维 你就想想 你的稀奇 能淡掉吗 你对人能平等吗 这个人我讨厌他 就不喜欢他 做不到啊 四项破了 对人是平等的 不会给人接约 我们不想给人接约 但是 不知不觉的 常常给人接约 这什么 信息 让你不知不觉 你的言语态度 很容易得罪人 自己不知道 什么时候接的缘仇 不晓得 自己觉得我很正常啊 我没归 这是 言者 无心 听者有意 他把你的话听错了 解释错了 戒成怨恨 所以言语要小心 要谨慎 孔劳父子教学 第一个德行 第二个就是言语 为什么言语这么重视 或从扣除 从小就要学言语 言语要有分寸 确定没有 量实 往日 窩口 其余 从小要养成习惯 尤其是窩口 就是说话很粗 我们现在就不懂礼貌 不懂礼貌 就常常容易得罪人 现在人不讲礼貌了 不讲礼貌 会不会得罪呢 会 很容易 人家心里 听得不舒服 你到什么地方 去找到真正一个好人 天天提醒你 果然 真有这么个好人 天天提醒你 你会恨他 你会讨厌他 你怎么天天找我麻烦 你怎么天天说我不是 我到底什么地方错了 不承认 总以为自己 没有过失 总以为别人 冤枉我 我受多少委屈 不知道 这是自己的毛病 吸气 那么这样的心态 他这一生的功夫 做不完 我们一般的观察 观察 是 绝大多数 他会堕落 他来生 得不到人生 他要降级 他不是留级 你说这个事情 多可怕 如果 如果 晓得这个事情 可怕 知道这个事情 严重性 自自然然 全心全力的 求生净土 这个时间 都放得干干净净净 为什么呢 净土这条路子 我们有把握 我们这一生能成就 其他法门呢 不行 烦恼吸气 真的断不掉 这个不是假的 自己对自己 不可以高股了 也不能够低股了 高股股 股计 那我们就发狂了 狂妄 无知 造罪业 低股 这自卑心 太重了 佛法常讲的 不敢承担啊 都是障碍 提升 所以 佛教导 在日常生活当中 无论分进 逆进 善云我云 保持平常心 平时平等 尝试 恒长 就是永远保持 平等 清净 那你就不断向上提升 而且提升的速度 非常快 进步 是激活 急速的 这个样子 凡事 起头难 起头 非常困难 为什么呢 要各处吸气 要有很大的 容蒙心 精进心 这个很困难 业障太重 最好用什么 拜佛 真干 一听 至少拜三百百 实在讲 对业障重的人 三百百不够 最好呢 一天拜三千百 你没有时间 打妄想 三千百 需要多少时间 需要十几个小时 每天十几个小时 拜佛 不打妄想 所以 谭学法师 跟我们讲的 晒蜡烛的那个法师 叫什么名字 我忘掉了 隐城回忆录 里就有记载 这个法师 也是没念过书 不认识字 在寺庙里面 做乡的人 非常老实 老实人 常常就有人欺负他 跟他开玩笑 夏天 很热 大太阳 有人跟他开玩笑 都是同餐到有 出家人 香灯丝 你那些蜡烛 放在那里都上没了 你还不搬去外面 晒一晒吗 他真听话 他把蜡烛 全搬到外面 就晒去了 上午搬到外面 下午全部融化了 晚上上 上完店的时候 没蜡烛 只好把蜡烛 捡回来就 用了个点燃 没有一个不笑话 那维纳斯看的 实在太不笑话了 是从前人心 还是后头 也不过分 在为他 向老和尚报告 这个是对的 这是有修养的 你不要去在为他 老和尚 把他找来问他了 到底怎么回事 他就说 某人的时候 叫我 这个蜡烛上没了 搬出去晒一晒 没想到晒成这个样子 老和尚听了笑笑 好 很好 那你的香灯 那去做到今天 明天不要你做香灯了 换一个香灯丝 老和尚成就了 知道这个人是发气 老实吗 如此可教啊 老和尚把他送到玉王寺 玉王寺对释迦牟尼佛 舍利他 就叫他拜舍利 一天拜三千拜 他真老实 你教他干什么 他就干什么 他真的一天拜三千拜 什么念推药没有 天天拜佛 拜了三年 他开悟了 那是不是到明心见心 我们不知道 但是 他能做祭祀 他能做诗 他能讲经说法 大众对他刮目相看 三年了 三年了 心地清净 清净心身智慧 谁笑业症 笑醉业 最好的方法 拜父 有人修行 夜深就是拜父 过去 过去我在台湾 看到的 参云法师 他身体不太好 每一天拜三百拜 他大我一轮 今年 九十三岁 还在 这是想不到的 我们在年轻时候 看他 那个身体不好的时候 寿命都不会很长 五六十岁 顶多了 他能活到九十多岁 这个不容易 另外有个大众法师 跟我们一起修行 有普妙法师 三个出家人 我们毛棚住五个人 两个居士 我年龄最小 还有一个老居士 朱金咒老居士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七十岁 那么 参云法师 普妙 普妙大我五岁 参云法师那时候四岁 四岁出头 我三十岁 四十二岁 毛棚里面主要的功夫 就是拜父 参云法师 给我的功夫 是每一天八百百 有时候我也拜到一百二十百 不多 但是八百百呢 是保持住 拜了半年了 确实山居清静 没有闲杂人来防卫 交通不方便 没路 上山没路 我们自己开一条很小的路 那是真正大那个毛棚 屋顶是茅草盖的 墙是 筑篱笆编的 筑篱笆 作为墙 因为篱笆还有 还有这个风还透风 我们用水泥 把它磨一层水泥 风吹不下来了 很简陋啊 那真修行 真有一点道性 有古人的味道 现在人 富裕 富爆大了 古时候的味道 没有了 那个环境修行 心情境 心事定 所以现在 富豹是大了 修行障碍 也大了 你那个心 定不下来 天天明文一样 天天五欲六成 那么这样下去 古报 肯定在山头 这一桩事情 如果我们常常想着 警觉性 就很高 如果常常 想不到这个事情 很麻烦 这个一生当中 恐怕 依旧 脱不了 轮回 要是真的 脱不了轮回 可苦了 我们会想到 在六道里头 一试 不如一试 纵然你修得不错 你断我修善 几公里的 生生世世都这么做 做个十几世 十十二十四 累积成 很大的佛报 那个佛报 现前说 就是帝王 你做了帝王 你造不造业 我们在华音音上 都到底 佛陀叫到我们 决定不要做 过往 为什么呢 啥也太多 十四以上的 善音果报 一试想完 想完之后 你的 悟业 现前 来生能得 人生少数 很少很少 这个事情 只有佛 给我们提出警告 佛劝定在这一生 永托轮回 那你是真正聪明人 真正有智慧的人 决定求神净土 清净弥陀 到西方极乐世界 去学习 求证 三味自在 这就对了 出丁入丁 银心同时自在 像这个经上 所说的 到极乐世界之后 就安稳了 问题 全解决了 你的真诚 清净 平等 正确 慈悲心 先前 永远不会失去 这是极 用是什么呢 用就是慈悲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确 都在那个极的里面 起作用 就是慈悲 慈悲是无条件的 爱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一定要进 包括的是 动物 植物 矿物 自然现象 因为它都是 众元 何何 而生起的 现象 叫做众生 你对这个宇宙 万事万物 没有不爱 真诚之爱 无条件的爱 大慈 大悲 这个爱 这个爱 发出了之后 这是 法身 菩萨 无条件 受法界 四圣 法界里面的 生文 原觉 菩萨 佛 还是有条件 什么条件 发原慈悲 它不是无缘 它是 法原慈悲 六道里面 应该是 众生 原慈悲 就是 第四规里面 讲 凡是人 皆去爱 人民旧 我爱一切人 我也爱一切人 他所喜欢的物品 这是众生原慈悲 最圆满的究竟 没有条件的 法身 菩萨 祝佛如来 这个境界 要到极乐世界 才真正能够 证得 不到极乐世界 我们在这里 听书 听释迦牟尼佛 祖师大德们 在华言会上 所说的 听来的 我们要从知己 变成 其辱 我们要行 我们要正 行是什么呢 行就是放下 知己 就是 张家大师 跟我们讲的 坎坡 知己很重要 你不知不觉 你不肯放下 真知真觉 不要人劝 自然放下 会放得很彻底 会放得很干净 那 放下多少呢 你就提升多少 真比例 如果 如果妄想分别 知者 一下放下了 那你跟 实在牟尼佛 你跟 慧能大师 平等 同一个境界 丝毫 差别都没有 所以说 放下多少 跟你 欺入境界 是 是成真比例的 所以说 你放下了 知主 事出世间 一切发 不知主 你跟阿罗汉 平等 你跟阿罗汉 再放下分别 与事出世间 一切发 不分别 你跟菩萨 平等 阿罗汉 有八个阶级 菩萨 有五十亿个阶级 这就是你 你放下分别 知者 有多少 你跟哪一个 级别 相同 这是 四世真相 所以修行 修什么行 就是要修 修正 修 修理 你那个 放不下了 就修这个 这个东西不能勉强 勉强叫你放下 还是没放下 为什么呢 形式上放下 心理还是没放下 这个没用处 真正方向 说老实话 不在形式 是在心底 四没有障碍 四四无碍 障碍在哪呢 障碍在妄想分别 这种 这个东西产生大障碍了 那么 那么 释迦牟尼佛 跟我们放的 跟我们做样子 放的很彻底 他为什么要把 四放下 心里头没有 妄想分别 这是就可以了吗 会比在四上 也发现的 心里面没有 妄想分别 你看不到 不能影响人的 四上 你看得很清楚 心里面没有 四上也没有 大家这才明白了 如果释迦牟尼佛 四上 样样都放下 教化众生就相当难度 尤其是瘦魄世界 这个地方众生 刚强南华了 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 所以必须是 内外一如 表里不二 里面放下了 外面放下了 成就自己 就帮助了别人 随众生 业逸 所见察 众生 无量无边 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不一样 业不相同 业不相同 果报不相同 这就是长顺 万法借空 因果不空 这个道理的四点 因果这门学问 大了 这是六道里面的 四十真相 你没有出六道 你决定 离不开因果 佛法在世纪 也离不开因果 什么时候才离开因果 妄想放下了 就没有了 可是你要记住 入定的时候 没有 出定的时候 出定的时候 你看 众生有感 是因 菩萨有印 那是果 这就是佛法 这就是佛法 不利因果 众生没有感 佛没有印 那么由此可知 一念不久 这个第一年 没有印 那不觉 从第一个印 第一个印 是不觉 不觉 就把法性变成 阿赖耶 就产生变化 第二个印 那第一个是没有印 所以说 哇 阿赖耶 不是真的 有违法吗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阿赖耶 在刹那之间 三细相生起来了 夜相 夜是动 这一动 转向就生起来 转向是什么 精神现象 跟着 四项就生起来 物质 不是这么来 那以后 这个妄想分别 知识 越来越严重 所以就变成了 舍法界 一正状严 这个越来越严重 给周围说 时间速度非常快 都很短暂 短暂到 你没办法想象 虚空发解 一正状严 一时遁心 从相上看 差别 无量差别 从心上看 因为 菩萨从相 尽心 所以他永远是 如入不动 警戒 这个警戒 就是惠娘大使所说的 他说得好 说得简单 说得清楚 真相是什么 清净 本来清净 本不生灭 本自居足 本无动摇 能生万法 摇是有 摇是由 摇是由先后 实际上感受 观察 没有先后 同时 同时 具足 同时 变满 我们前面都过 变满 变满 虚空发解 而且 青阳大使 在诸节里面讲 这个变是 原变 不是分变 分是一分一分的 科学家现在所发现 是一分一分的 那佛所讲的是 圆满的 究竟圆满 都不是一分一分的 面面具到 科学家看到的 好像我们穿的一个袈裟 他看到是一个 这是一部分 佛菩萨所看的是圆满 整个的 那怎么会一样 这差别在哪里呢 科学家 哲学家 依旧还有 妄想分别之处 所以就没办法看到 去圆满 但是 他们现在也看到 这一小部分里面 包括圆满 这个他发现了 虽然发现的时候 还不能等到 没有办法 起这个作用 这是现在科学里面所讲的 全习照片 这最新的科学 一张全习的照片 它是用 梁族雷射光 来拍摄的 照片出来之后 照片出来之后 就是照的是一个人像 你把它撕成两半 每一半看的时候 还是完整的像 不是说这个像 不是说这个像分成两半了 不是的 每一张里头还是完整的像 四成四片 四个里头完整的像 再分成最小的 每一张里头还是完整的像 这是一般人 不思议的境界 福在经常跟我说 一微尘里头 有整个宇宙完整的像 不但是它就是完整的宇宙 一丝毫不欠缺 就在一微尘里头 然后我们想想 我们这个形象 有多少 无量无边的 每一列微尘里头都有 就是每一列微尘 都有苏婆世界 每一列微尘 都有太阳系 都有地球 这真的不是假的 可是我们这个身形 其变化呢 所有一切里头 统统都其变化 无量无边 所以你要记住 一切法从心下 神 因为佛是这么简单 这么 明白地 告诉我们 我们念念念要清醒 念念要上 人心本上 慧能大师 民心见信 头一个就说 自信是 本自清净 这就叫佛书 自信本尽 中国老祖宗说 自信本善 所以我们常讲自爱 什么叫自爱 爱自己的本善 爱自己的本尽 真正爱自己的亲近 就不受一切任务 爱自己的本善 不受一切邪恶 内心里头没有邪恶 内心里头没有人无 这个人叫自爱 自爱而后才能爱他了 所以现在人 男人 不知道自爱 一切事 一切错 他都在背远 其心动念 言语造作 他跟邪卧 挂钩 所以他 扭曲了自己的心得 无中生有 变现出 三途六道 现在是梦中境界 下面说呢 祝福 得道自在 随众生也自在 如果不得道自在 你就不能随众生也自在 所以 所以 要帮助众生 一定先成就自己 自己 这是福在经上常说 自己 自己为度 而能度人 无有是处 这个意思是 你自己没有得度 你要去度别人 没这个道理 我们从最前显的地方来说 我自己没有做到 要求别人 也是无有是处 所以别人做不到 那是应该的 我自己没做到 怎么可以怪别人 我们在汤匙办办教训 收这边一点效果 靠什么 靠老师啊 我们要求老师 自己要 百分之百的 落实 第四规 你才能教人 真正是难得 他们做到了 只有自己做到 然后下乡 到农村里教 到农民家里面去教 成生效果了 如果自己没做到 那什么信念 那不能成功啊 所以我们常常想 佛陀 他的教学 为什么产生 这么大的影响 孔子的教学 也产生 这么大的影响 什么原因 自己做到了 而后 而后教人 人家相信 从内心里面 佩服你 服你 自己没有做到 强派别人去做 人家纵然做了 心里不服 那宗教的 这不是味道 所以要 恒顺众生 先要成就自己 自己不能成就 没有办法 恒顺众生 恒顺众生 菩萨的事情 不是凡夫啊 地下说 如来兴 如来兴 无作兴 故啊 智虽隐隐 无趣来兴 而可去兴 无趣来兴 如来兴 无作兴 如来兴 有没有什么创作的 没有 要有创作 他就起心动念 他就有分别 有执着了 所以 有作 是反复 无作 是佛菩萨 无作 而无所不作 无所不作 而无作 无作于作 不耳 这就 极营无牙了 那我们凡夫呢 凡夫是有作 有作里面就有 无量无边的烦恼吸气 产生这个副作用 如果他心清净 他做的是净业 他心染无 他造的是染业 贬业里面 有善无 他心善良 为众生不为自己 他造善业 为自己不顾众生 他造卧业 有作 怎么能跟佛菩萨相提呢 佛菩萨 无所不作 那是恒顺众生 恒顺众生的时候 无所不作 虽然无所不作 还是无作 为什么无作呢 他随身发心 发心无作 就是对自己来讲 内心是随身发心 发心 外面呢 外面是恒顺众生 比如我们用释迦牟尼佛来说 释迦牟尼佛恒顺众生 献身 为众生讲经教学四十九年 恒顺众生 这是作啊 无所不作啊 真的 你去问他 他样样通啊 没有一样 他不跟你讲清楚 讲明白 他教你啊 无所不教啊 想学什么 他都教你 可思思明 作而无作 他心地清净 一尘不染 所以在般若会上 佛说过 如果有人说佛说法 那叫傍佛 佛怎么样 佛从来没有说一个字 四十九年 没有说这一个字 随身发现 发现空极 发现什么都没有啊 他的心清净 从来没有起一个念头 念头都不起 哪来的分别之处 但是思想上 他没有一样 不在做 所以他做这些 他不生烦恼 他没有牵挂 他没有顾虑 他得大自在啊 我们凡夫做的事情是 顾虑很多 牵挂很多 烦恼很多 不自在啊 这就是 事出事件的差别 这就是迷雾的差别 那所以 教悟的人 他什么都可以做 他是坐而无坐 他没有一样的差别 就是爱去有里的 他没有一样 他爱去有都没有 三个都没有 他无所不足 无为而无所不为 先要做到真正做到无为 做到无作 就成性了 自信里都没有 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那我们现前怎样去学习呢 现前去 做了之后不要放在心上 我们念佛人常常讲 祖师大德常常教给我们 比如说你建立道场 道场在运作 当你休息的时候 心底里都一尘不染 干干净净净 在开始学是这样学 做事的时候你做 做完之后的时候心底干净 一尘不染 保持你的清净心 到什么时候才入境界呢 入境界的时候是做而不做 不做而做 做根不做不二 那你成菩萨了 你不是凡人 凡人做不到 凡人学菩萨 就是事情来的时候我认真去做 做完之后恢复清净 你不要去忧虑 不要去牵挂 不要去管他将来怎么样 明天怎么样 不要想这些 明天还没到 不要想过去 过去已经过去了 过去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不要叫胡思乱想 想前想后全是妄想 你不生智慧 你生妄想 如果你能保持清净心 你生智慧 不生妄想 事情来了 智慧应付 应付得圆圆圆满满 如果妄想去应付呢 那就很辛苦了 所以佛法不用分别执着 他高就高在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要懂的 应该要学习的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习大司令